大家好 很快就到2018年了 又是時間和大家看看2018年冒出年 各個生肖運程是怎樣的 無論如何都好 每一年12個生肖裏面 僅有四個是犯太歲的 在國內甚至乎有些算命師 認為每一年12個生肖裏面 是應該會有六個生肖是犯太歲的 其實這些都只不過各施各法 傳統上我們都只會用這個連枝 去配合這個神殺來推算生肖運程 我KIM今年特別額外用了一些附加的術數 去預測2018年各個生肖運程 不如現在我們就看看 你所屬的生肖運程是怎樣 屬馬丼的朋友 經歷過2016年和2017年的轉變之後 在2018年有新的景象 你會非常忙 左騰右騰 工作上有機會轉動和出差 從事金融、地產、保險行業 這些收受佣金的朋友 特別要小心你在2018年收入的落差 在工作方面 由於是多勞多得 又或者是越做越忙 你特別需要小心身體的健康 尤其是身體上的小毛病 不要看輕它 和情緒上的問題 同時也需要留意你家人的健康 感情方面有機會 在出差或旅行時 途中你會遇到一些很合眼圓的人士 但如果對於已經有伴侶的朋友來說 由於長期出差 飛來飛去 而同他的伴侶是聚少來多 所以經常都會感覺到孤單 最後給你的建議 應該是培養一些個人的活動 這樣你就可以很安穩地度過這一年了 最後KIM祝大家 在未來的2018年 從心靈的學習當中得到進化 感受到人心的充實 和喜悅與平安 詞曲 李宗盛 《星期三》